香港政府現在有大約7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 相當於政府兩年的經常性開支 金融發展局成員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建議 政府可以利用部分盈餘設立投資基金 支持本土企業 甚至可以考慮用來投資房地產 再便宜租給市民 將現金資產轉化為令香港企業 或者香港人設實受益的資產 我們不妨聽聽他怎麼說 其實我覺得我們香港政府有7000億元的盈餘 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這些錢不應該只賣美國債券 賣一些我們收少少息的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好像某些國家 將整個理念改 這些錢不是一定要拿現金 這些錢應該怎樣去發揮 去做一個投資基金 很近年新加坡大八成這樣 可以去買香港公司的股票 支持香港的企業 或者甚至乎去買房地產 去蓋房地產 然後將這些房地產租花給便宜 租花給需要的人 不論你是劏房也好 例如年輕人也好 要加上這個房屋的問題 這些錢第一是屬於香港人 第二不是花了沒有了 不是派錢派了就沒有了 這些是屬於我們香港的資產 而香港人可以受益 就算你七千億 就算我小幾千億 那幾千億不是沒有了 都是回到 只不過不是現金了 已經是一個香港人受用的資產 或者香港企業 受到投資的一部分的支持 為甚麼呢 航運業最重要的 就不只是船工簡單 是很多其他服務 包括財務、借貸、保險、服務 所有的都包括裡面的航運業 而航運業其實很跟隨船東在哪裡 我們香港本來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現在全球最大最多船東是中國人 第二航運業和貿易是密切相關的 現在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和其他國家 都在這個地區 而所有在各方面 在歐洲、北美的船路 都想搬過來亞洲 因為他們那邊的稅務太多了 所以在亞洲其實第一個地方可以選擇 就是香港、新加坡、日本 而日本的市場是完全封閉式的 亞洲基本上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所有的優勢我們擁有 包括船東、貿易、所有的稅務 但是為何由1980年代 我們由第一個地位越來越低呢 因為新加坡政府很積極去吸引 這些船東去註冊 香港這幾十年不但沒有積極去玩樂主義的行業 也沒有積極去招新行業 而我們的政策令到很多行業還要搬走 最大的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稅務的問題 因為絕對沒有靈活性 又不會考慮靈活性 這件事是令到整個行業 今時今日越縮越細 很多行業我們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去找這個頁可 我們一定要保安 我們要看 兩千萬一 一千萬一 一千萬一 三千萬一 一千萬一 千萬一 五千萬一 八千萬一 六千萬一